终于人斗我们村民反击了 最应该消灭的就是宇航员的村子 因为是他们先挑起的战争 所有宇航员都嘴的墙上面 居然还有一个小红带着武器 咱们首先派出第一名村民长毛手 看看他的百倍攻击是否能打穿这堵墙 一百根长毛直接黄管地冲向了城墙 当接触城墙的一瞬间城墙居然倒塌了 也不知道宇航员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城墙呀 你们可以看到 他大的城墙直接把所有的宇航员压到城下 他们说也顺势发出了第二次的百倍攻击 小黄很不幸直接被扎成了村尾 而小兰还总得恍恍惚惚惚 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的村民长毛手怎么能放过呢 他发出了百倍攻击直接打向了小兰 而且小兰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好 他一直从这傻傻地站着 突然他直接承受了一百只长毛的打击力 宇航员们特别的错 现在上上就是我们村子的二憨子 他像边波树一样打出了一百个石头 然后我们就看到二憨子胳膊骨折了 此时想后的情况不容乐观 所有的宇航员没有任何的动静 有二孩子的一次百倍攻击居然把自己打飞了 真的是蛤蛤的 白白说的老村长直接上了 以及百倍攻击直接把自己打飞了 这样表哥如何的解说呀 你们这帮蠢货 可是等等墙的对面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老村长的攻击居然隔着城墙打住了对面 老村长活上了 到了奇迹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妖极石有什么样的表现吧 百倍的城墓官直接打到了城墙 让城墙依然是倒塌碎裂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宇航员全部中毒倒在废墟里 而此时要使得再一次百倍攻击直接打了过来 最后一个宇航员也被无情地埋在了废墟里 老计师村民获胜 下个登场的就是我们人情爆棚的独轮车三兄弟 不管321独轮车直接冲上了城墙 踩了100个苹果之后 独轮车硬身上了创在了城墙上 这家伙这得多硬的独轮车直接冲过了城墙 迎面就碰了一个宇航员小黄 独轮车根本就没有惯着一级百倍攻击打出之后 小黄直接被推出了100多米 看来独轮车今天表现非常的优秀呀 这时候旁边让小白也没有幸免于那一级百倍的苹果之时 接机也飞了小白 小白居然光速消失